新竹古名竹茜 在西元1733年 淡水同之徐志明 以金竹还职为臣 1826年 竹茜士生郑用席等人 奏勤改建竹茜城获准 重新勘定地基 并于1827年新宫 竹造周围为860丈 高度一丈五尺 深度一丈六尺的砖石造城墙 并建立四座城楼 东门为迎溪门 西门为义爽门 南门为歌勋门 北门为拱城门 东门迎溪门是竹茜城仅存的城楼 为一床二层楼的建筑 城墙 城墙置叠以燕子砖砌 城楼下段为城座 以唐山石及条形花岗石石块叠砌而成 上层城楼原为木构造建筑 现已改建为混凝土造 城楼结构 城楼结构共二十四根立柱 屋檐为歇山丛檐式建筑 屋脊轻巧地如燕尾翘起 沿下飘逸的垂挂金雕吊筒 东门城现在已列为二级古迹 而护城河经过整修 现在也成为新竹市清水景观渠 而位在北门街上的靖市地 就是开台靖市郑用席的宅地 郑用席为清淡水厅竹倩人 西元1810年 嘉庆十五年重秀才 嘉庆二十三年重举人 道光三年不经殿士 四二甲靖士 出身是开台靖士第一人 对于新竹的文风倡导不遗余力 有竹倩诗人之称 在咸丰八年1858年逝世 对新竹而言 郑靖市是个不朽的传奇 郑用席原籍福建金门戊江 祖父郑国堂在清乾隆四十年 西子崇河崇科崇吉渡海来台 先落脚苗栗后龙 后在千居竹倩城北水田街 陷在地址 郑用席生于清光绪五十三年 在苗栗后龙出世 后来因为水土不服 随父亲移居新竹北门 郑用席宅地是一个庞大的古厕群 建于西元1838年 道光十八年 如果从空中俯瞰 则呈现出多个日字型的四合院群建筑 细细品味近视地 您会发现其做工细腻的一面 门面为一般大户人家 常采用的凹寿状的形式 其石雕木作与装饰功夫 堪称一流作品 郑用席在返台后 在道光十八年 西元1838年 左手新竹郑家宅群 而以近视地为主建筑 向左依次延伸为春观地 吉利号正式家庙 为面宽五开间格局 方位坐西北朝东南 三进式四合院行制 逐年依序联动建筑 建筑面积十分庞大 近视地的宅群 以梳理式的金门错型为蓝本 是一个封闭式的小型社群 俨然是金门聚落建筑的翻版 也代表着缅怀勿将原乡之意 为台湾早期金门错建筑的典型代表 进式地一进门厅 正面入口为双凹寿 屋顶坐燕尾翘起 左右民间对称李虎围炉的漏窗 麒麟群堵石雕 墙基柜台脚雕式 食材厚实 规格硕大 调供精细 四间墙堵则以金钱纹 拼组砖器 做工讲究 大木屋架 采二通三瓜式 墓口洞架成重粮 则大型师座雕饰 造型鲜活生动 李虎顶斗 与倒吊莲花 更是工艺精巧 而熬于托木雕刻 则易遇独占熬头 门厅精彩的题材 及视觉焦点于一身 充分展现门面气派 与富豪的才是 靖世帝二靖 目前正厅 供奉正式祖先与神明 门额上 有雷金 文魁匾额 三观六开 格扇门铃 先以木雕做框 再以寿字称底 在镶嵌 李虎 诗句 佛谷图示 雕工可说极为华丽 门厅与镇厅 穿斗式屋架上的托木 均雕飞 各式许许如深的吉祥人物 今日虽难掩破落 但仍不难窥见正式家族 过去的繁华荣景 而在靖世帝旁的正式家庙 家庙建筑材料多由大陆运来 匠师则以铜鞍 金门一带工匠为主 前程十座棋杆座与庙内的牌匾 皆为重要文物 右侧与吉利地间的红砖斗子气夹墙 艾门、燕维吉等都能反映出 这座建筑物受金门地区建筑影响的独特风格 目前与靖世帝都列为国家二级古迹 位在屏东县万鸾乡五沟村 有座全省最大的宗祠 占地约有2.5公顷客家火房屋 二唐四横维屋式的客家河院建筑中 无论是门匾对联 还是彩绘浮雕 处处可以见到勤勉族中后代子孙 做人处世勤奋好学的名言和典故 将客家人重视教育 为最大投资的传统表露无遗 置身期间一发怀骨悠情 每当星期假日总是能吸引全国各地 慕名而来的观光客 可以算是全国有名的观光圣地 刘氏古厕建于1869年 距今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 在刘氏宗祠前面有一条小河 有如护城河 护卫着宗祠 潺潺流水 象征子孙的生生不息 柴园滚滚的象征 翻厂外城前 种有百年原香金丝竹丛 美丽的植树 干净的环境 称着不远处的大午山 古厕后方的槟榔树 远山静水 绿树红花 刘氏古厕宁静优雅地置身在其中 刘氏古厕位在万鸾乡五沟水村 连外道路的入口 位置可以算是相当显眼 开车只要到五沟水 就可以看到这座百年古厕在其中 开机组原是住在广东省嘉印州 郑平县 昭福乡 八轮车户的刘信族人 在清朝乾隆年间 组成祭祀工业来到五沟水开墾 在由后代子孙于清同治九年 西元1864年开始陆续新建 二堂四横维屋式的客家和院建筑 由于历经时代动乱 前后历时45年 到日据时代明治41年才建成 刘氏古厕最初建好的时候 只有左右两横屋 后来重修时又加上左右的 燃里阁与重光楼两门楼 以及外横屋和花园的 巴洛克装饰围墙与粮亭 因此两座门楼与横屋 无论材料 构造 尺寸 与美学意将上都与原先不同 甚至其又外横屋还建成当时最时髦的大镇样式阳楼 可以看出当时刘家的彩力 以及在村中的权势 清朝时期 清朝时期刘氏族人刘承台刘承经与父亲刘清元三人 均曾荣获朝廷共生 所以在刘氏祠堂的屋脊上 建造燕尾造型以显赫其家世 前门的燕尾线条明亮优雅翘起 脊背则是以雕花减黏 镇厅的燕尾则因毁于台风重修之后较为朴着 背脊部分用镂空花砖则是分散风力 减少承受强风吹刮之余 颇有力学的理念 宽广的明堂 辽阔的视野 是台湾少有的 刘氏祖先姚尊帝姚 刘邦 刘秀为先祖 自五湖乱华后迁到江南 落脚于彭城 就是今天江苏省红山县 即以唐号彭城堂 现在我们在彭城堂 四个角落的彩绘上都画上蝴蝶 因为蝶与蝶同音 比喻有久远长寿之意 彭城堂堂号上方有胶纸烧 人物栩栩如生 是文王武王取天下的故事 正听堂号旁的门队是 帽经启锐 以火腾灰 则是从文字学的观点 去解释刘信的来源典故 在刘氏宗词门楼背面 悬挂一个门匾 大以崇光 典故出自秦渔研究历史经典的刘相 劝勉后代能好好效法 流露秦学做事的精神 太乙真人也与大厅的对联 以火腾灰 卯经其味相回应 武功水是目前仍然保存完善 而且颇具特色的客家聚落 有许多户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客家火房屋 客家人的火房就是指同一个祖宫的子尊 住同一家共同开火 生活在一起的空间 由于住的人相当多 所以一座火房的建筑面积 常常可达数百坪以上 火房的建筑是柔和客家人早期住宅 穿凿屋通风与土砖屋 冬暖夏凉的优点 采用现代材料新建成的 并以祖堂作为中心 从前在五沟水流传着一句话 不到五沟不入流 不入流也不入流 意思是说 客人到五沟来做客或念私塾 一定要来刘市宗室内 参观并学习 刘家的生活作息及知识 如此才算是有修养有学士的人 这句谚语把五沟水带上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五沟水的私塾在西圣路上的观海山房 目前仍保留其原始风貌 属于西洋市的观海山房 曾经培育了许多学者与读书人 如今虽为私人所管理 但仍保留得相当完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